每年十月是南长滩村收获的季节 这个位于黄河峡谷中的小村庄 虽然常年干旱少雨 但是沙制的土层却非常适合果树的生长 南长滩出产的大枣 纯香饱满 远消全国各地 这也是拓首桶一家主要的经济来源 有着一千多户人家的南长滩村 村民多数姓拓 相传当年成吉思汗率军征讨西夏 一只残存下来的西夏族人 为躲避战乱 乘着特制的羊皮筏子 沿黄河逆流而上 最终到达南长滩 并世代定居下来 黄河峡谷中缺少林木 更没有竹子 但是几乎家家户户养羊 羊皮筏子应运而生 因为年生日久 支撑队子的羊皮筒子已经坏损漏气 必须及时更换 一大早 拓首红和儿子一起匆匆上路 制作羊皮筏子的很多材料 只有在县城才能够买到 黄河上的渡轮 是南长滩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 最近的县城也要在十几公里外 羊皮筏子的制作 需要一套专门的手艺 一条完整包落的山羊皮 首先向内灌入胡麻油和盐水 之后扎紧四肢和头尾 接下来需要向羊皮筒子里吹足气 使之成为一个充满气的气囊 把充气的羊皮筒子用力摇晃 羊皮在充分吸收油和盐之后 细小的毛孔得以密封 当地人称之为魂托 十几个魂托顺次扎在木条牌子下面 一个兼顾耐用的羊皮筒子就制成了 这是重新修补过的羊皮筒子第一次试行 拓手红特意约了同村的五哥一起下河收王捕鱼 黄河峡谷中水流湍急 暗礁险滩密布 普通的竹筒 木筒 急易与礁石发生撞击而损毁 羊皮筒子的好处则在于 吃水浅 福利大 相对要安全得多 几天前撒下的鱼网一无所获 黄河中的鱼已经越来越少了 拓手红和五哥决定到下游再去碰碰运气 下游多是浅滩 河水流速迈 也许会有意外的收获 看起来 颜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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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游走 颜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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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古老的交通工具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 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风景而存在 但是拓手红对羊皮筏子 却有着深厚的情感 闲下来的时候 他更喜欢一个人撑着羊皮筏子 徜徉在古老的黄河上